《暗夜行者》中冯德伦饰演的廖永佳妻子上线了 按照廖永佳和妻子之间的对话 廖永佳有一个去世的前女友 和如今这位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现任妻子还看过廖永佳前女友的照片 同时还知道的是 廖永佳妻子病重 常年都需要服用无法报销的进口药 廖永佳要通过卖房子来维持对妻子的治疗 廖永佳的这位妻子可能暗示了他实施疯狂计划的动机 廖永佳是进行着个人的暗夜计划的 这个计划脱离于警方的整体计划之外 他的目的就是一个用毒贩杀毒贩 在他的计划里 所有毒贩是一个都不可以留的 所以说廖永佳的手段是非常规的 包括他和南亚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合作 最新剧情中 他还趁乱直接把大灰给杀了 尸检的时候说了 大灰被人从背后打了六枪 其中两枪贯穿了心脏 以廖永佳的枪法 他用两枪确保大灰被杀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他就是打了六枪 因此个人认为 当时廖永佳是有着强烈发泄情绪的 他在替某些人复仇 所以说在杀大灰时 廖永佳才会打了六枪 再回过头看廖永佳妻子的事情 廖永佳的前女友可能根本就没死 而就是他的现任妻子 就和洛翔和陈墨是同一个人一样 因为廖永佳在看到和洛翔长得一样的陈墨之后 他整个人是慌神的 他还问过自己妻子 是否相信这世上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试问如果廖永佳现任妻子 和所谓的死去的前女友是长得一样的话 他就不会有如此疑问 因为答案摆在眼前吗 所以说廖永佳的妻子和死去的前女友 其实就是一个人 这也就解释通了 毕竟妻子是看到照片后 才会相信廖永佳那套鬼话的 总之廖永佳从始至终只爱过一个人 那就是自己的女友 也是现在的妻子 不存在他把现任妻子当死去女友代替品的事情 那么问题来了 廖永佳的妻子是怎么了 个人猜测 他应该经历了什么灾祸失忆了 忘记了过去 只记得灾祸之后的事情了 可能当时廖永佳是一个完全正直的警察 只是毒贩对他实施了报复 对他的妻子下手了 这追导致了如今廖永佳的妻子重病 而且下肢应该是瘫痪了 并且失忆 廖永佳愧疚不已 认为是自己害了妻子 所以他的后半生活在赎罪和复仇当中 李迟和谢源也是类似的遭遇 廖永佳对洛祥说的是 两人被蔡先生收买了 帮南亚邦做了一些事情 但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 就拿李迟来说 他不是吸毒了吗 最后被廖永佳送去戒毒所 并且死在了那里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李迟是被毒贩给害了 强行注射了毒品 把人搞废了 再扔给廖永佳 廖永佳才把他送去戒毒所的 毕竟出场的那个谢源 表现的还是蛮正派的 李迟和谢源应该都是廖永佳的心腹 他们受廖永佳的命令去和毒贩接触 但是李迟暴露了 就被害了 谢源最终还是为了保护廖永佳被炸死了的 看他也的确不像坏人 因此廖永佳应该就是在早期的工作中 被毒贩盯上报复了 自己的妻子被害失忆 身边的同事被残害的也不少 所以廖永佳黑化了 仇恨令他变得愤怒 他要走上一条残酷的血腥的复仇之路 可能从二十年前 廖永佳就开始谋划自己的暗夜计划了 他选择和毒贩合作 借着毒贩的力量来杀毒贩 他的计划就是一条血腥的杀戮道路 就像他对谢源说的那样 走上这套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所以说已经无法用单纯的警匪 来区分廖永佳到底是室内一派了 他如今是自成一派 为了暗夜计划主动拥抱黑暗 和毒贩组织的合作 已经让他无法抽身了 为了华城的未来 也为了复仇 廖永佳的终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和笼罩在华城之上的黑暗同归于尽 生死对他来说 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他就是一个心中有着无限光明 却被黑暗包裹着的毒行者 他要亲手撕裂自己的身体 以自己碎裂身躯为燃料 以心中光明为火种照亮华城之人 即便这个过程充满争议 充满杀戮 也会有无辜之人死于廖永佳的暗夜计划 但是廖永佳是绝不会收手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